黑色轿车突然偏离车道 越开越往右偏 下一秒碰得好大一声 牟尼撞击 两名行人却还没停下 两人当场被抛飞 在重重落地 巨大声响 吓坏人纷纷回头张望 这一转其中一名伤者 一度没有意识 进击抢救才回复神秘迹象 事发地点就在新北市三峡 恩主公医院急诊室车道 现场满目疮痍 巨大威力 前车头凹陷半斤掀起 忽然一团乱 高车牌破碎 刺目惊心 三十四岁张姓女驾驶 盛名孕妇 当时要去在老公出院 结果刚左转纠结论 这车道前突然爆冲 造成两人受伤 一人命违 一人重伤 自己伤势也不轻 再把镜头转到台北市新医区 阿伯没在看 直至往前冲 被撞倒安全帽 喷到对象 头部撕裂伤 身体多处擦促伤 幸好没生命危险 惊悚瞬瞬间 也出现在台中南屯 单车少年 高速从人行道冲向斑马线 略的一辆意外发生了 外送员刚起步反应不及 撞飞骑士惨摔在地 另外在万华 这名穿着移民署背心的男子 每走斑马线 直接穿越马路 遭到行驶而来的轿车 狠狠撞上 任当场喷飞倒地 撞结力道相当大 大方玻璃被撞破一个大洞 碎成蜘蛛网撞 但警方一查发现 这名男子 常自称是移民署副署长 在万华地区 招咬撞骗还自制名片 没想到因为车祸 再度登上媒体版面 记得陈其鹏 对身赞报道 我是陈继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坊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